为时一贯从容 总理梅克尔从总统手上 接下解聘证书 象征德国迈入了后梅克尔时代 梅克尔总理生涯 从2005年的内阁展示开始 16年来他历经了金融危机 移民危机 一直到现在的疫情危机 外交上更是见证了西方的民主危机 除了英国脱欧外 美国总统川普破坏了 欧美国家自豪的民主精神 中国是梅克尔任内另一个头痛的问题 一方面他欣赏中国高速发展 但同时他也无法认同中国的人权打压 只能选择两边取得平衡 在最后一次欧盟记者会上 他特别喊话要27个成员国 找出共同目标前进 对他来说美中僵局对峙 欧盟却没有团结 成为制衡的第三方势力 这或许也是他卸任前 心中的缺憾之一 但我们也有一个组织的问题 和我设计的建议 和我设计的建议 是大量的建议 在这个新闻中的报道 好